好 酝酿很久的小英基金会在明天礼拜一就要正式开张了 那么今天上午呢 蔡英文的网路平台想想论坛也是抢先来曝光 当然两岸问题是首先来登场 那么蔡英文也在八刊词中提到 我们跟中国的关系也需要好好想想 不过相当巧合的是 为了要因应第八次的江城会举行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也重启了党内协调汇报 要来整合党内意见 所以现在外界解读了两个人要来抢攻两岸论述的主导权 似乎绿天王们真的很竞争 点看网站想想两字映入眼帘 这可是蔡英文亲笔写下 仔细看想字的左下角一点正是台湾图样充满巧思 网路平台想想论坛在周一基金会开张前抢先登场 它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场合 所以我们对于就是说很多党内的先进我们都没有特别的邀请 努力淡化政治位但一大早论坛刚上线时还特别设定 繁体字可以变成简体字 虽然几个小时后这项功能就拿掉了 不过还是看得出来蔡英文对中国粉丝态度很开放 论坛发刊子还写道 总统选举过后很多人会问我 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总是回答好好想想台湾 想台湾其实是一件很甜蜜的事 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也需要好好想想 我们除了眼睁睁的看着台湾越来越依赖中国之外 应该冷静想想 长远来看台湾要如何面对中国 正面影响两岸问题 蔡英文不让两岸政策成了绿营绊脚石 好巧不巧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应应第八次江城会 在同一天周一将重启党内协调汇报 整合两岸意见 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 所以主席就要召开这样的会议 邀请我们所有党籍的立委以及专家学者 还有我们党中央大家共同在这个平台上来讨论 苏贞昌 蔡英文行事不同 有志一同 两岸论述主导权又是绿天王新战场 三立新闻 詹静良 王燕君 黄石亭台北报导